如果我沒有搞錯 應該只有兩條是隧道 其他都是橋 有很多橋 很方便 你說我駕車 整個披薩 五樓蛋飯 飯 即是飯還要分開裝 飯在下面 這樣吧 沒位了 如果現在才來吃的話 忘記站江雞 有機會回來試試 各位觀眾 大家好 終於涼爽了很多 冷空氣終於來到廣州 在長沙 一路追著一路追著 今天終於追上了我們 來到這裡已經鎖定無記 說到今天的計劃 今天的計劃就是跟老婆走海珠橋 過去對面的 長沙當然要走走戶外 一年之中 好像這麼漂亮的天氣 其實並不太多 從現在開始數一路 數到大概聖誕節 這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中間還會變升溫 又會降下 還算挺舒服的 如果去到六七月的話 站在這裡都會覺得整身汗 就會跟老婆去對面 吃碟頭飯 她說不如去吃碟頭飯 我說其實吃飯 要在街上走走才是最重要的 對面我們通常 廣州人就會叫做河南 即是海珠區 又考考大家 考考看這條影片的廣州人 在河北有沒有屬於海珠區的地方 考考大家 我當然有答案 不過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再來說說現在 現在在路上 我們都會看到有很多外國人 因為現在是交易會期間 上一集都跟大家說過 交易會是何時到何時結束 交易會結束了才來廣州 酒店的價格就沒有那麼驚人 起碼選擇多些 但是你說貴了很多嗎 好像不是 我們面前看到這些 萬絲毫酒店 大概我也知道哪裏 都是290元 即是它不會收緊1200元 你昨天這個看過 就算是漢庭 560元 你說有沒有貴了 當然有 但是你說 是不是貴到很驚人呢 未至於 廣場也有幾個地方 比較適合香港的觀眾 其實即使是海外觀眾 都可以做出一個選擇 就是在前面 我住廣場下面 有一間叫華夏大酒店 但是這個酒店 現在就驚人了 你看看 我一按進來看見 第一個是不對的 第一個是團購 它的套餐 第二個 哇 1644 即是說明 房價沒有大幅上升 但是很搶手 是以華夏大酒店 作為一個例子 光景商床房 先頭 我們看到的 千多元 那個是最美的 當然是貴的 其實是577元 其實平時都是這個價錢 可能500出頭 我記得去年看過一次是499 那些價錢 升了10% 這些價錢 這個價錢是合理的 疫情過了這麼久 剛剛開始的時候 很多酒店都不敢投入太多之餘 據說他們好像要接待外賓 即是外國遊客 是要暴避的 那 但是因為今年加入會 始終 正正式式來 迎接這麼多海外賓客 可能他們會因為這樣準備多了 價錢也便宜了 應該是這樣 因為我記得去年去看天一 是雙倍的價錢 應該是 不是去年 是剛剛春天過去的交易會期間 是雙倍的價錢 現在呢 升了10%至12%之間 很合理的這個價錢 正前方那裏 就是華夏大酒店 如果你對廣州極不熟悉的 其實沒有問題的 你打的士過去 大家記住華夏不是夏天的夏 是大夏的夏 因為以前它的名字 我們老一輩 即我也算老一輩 不知道算不算 我叔叔帶我去的 小時候 它叫華僑大夏 所以叫華夏就是這個意思 是一個遊客來到這裡 夜晚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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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由美國人建的橋 上面這個海豬橋 那一刻又可以逛逛海豬廣場 會不會很不安全 大家放心 絕對不會的 治安是很好的 再來前面還有星環廣場 大概在 應該是四樓 就有一個觀景堂 也是很漂亮很漂亮 可以看完整個解放橋 又說說前幾天的情景 可以去過香港的 陪過五姑姐 如果 我說如果 如果它回來廣州 又是我做東 我請客 我就會帶它去星環廣場 因為海豬廣場 對於我們家人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我們住在淡路 走過來而已 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如果它真的來 我就會帶它上去 看看解放橋 它肯定都知道哪裏是解放橋 讓它看看 嘩 現在這麼漂亮的 也會有貓咪 貓咪又走出來了 如果有人餵貓咪 我就在裏面餵貓咪 一幾趟 離開了 在裏面餵貓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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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正在等著老婆 大家如果回來 海豬廣場遊玩 你說我都不住華夏大酒店 但都要來 其實A出口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就要爬樓梯 沒有往沙哥那麼辛苦 還有大家看看後方 廣州賓館那裏 其實就是27層 上面有飲茶的 我們在疫情剛結束的時候 去過一次 可能都是師傅剛好回來 或者各種原因 出品不甚不好 這個不重要 重要的是 如果你在海豬廣場 慢慢轉為這邊 一直往前走 其實你是可以去得到 有一個路 你說走得遠遠嗎 不還可以 還有早前有位觀眾問過 趁機再去吃飯 可以嗎 可以 但就很老派那些 如果你是很喜歡 新式的餐廳 就不適合了 在這個方向 走過去大概是 靠著海皮邊 即是江邊走的話 大概再走多10分鐘 慢慢走 就會走得到 看到有個銅杖握著槌 就差不多了 問人 問港語的基本上都懂得 這一條橋 對於廣州人來說 是很有情懷 因為珠江面 肯定是沒有維多利亞港那麼闊的 維多利亞港 肯定是要隧道的 那廣州呢 過江呢 如果我沒有搞錯 應該只有兩條是隧道 其他都是橋 有很多橋 很方便的 你說過海 我假設讓你先走 在香港 應該可能性不是很大的 很痛苦 走得很痛苦 又看不到風景又焗 但廣州就不同了 天氣涼爽的時候 你可以慢慢走走橋 看看風景 人民橋好 人民橋好些 是 有東西遮住 在廣州 如果你想在一些橋上 過江的橋上看日落 其實最好是一路再往後數的人民橋 差不多到沙面島那個 走上去不是很痛苦 那裡是最漂亮的 有個位置有很多人拍照打卡 拍完就走 不會要走半個小時出來的樣子 這裏就相對沒那麼好看 不過這裏就是看橋 這裏是這些鋼架橋 建了很多年 你說中途有沒有換過 應該是有的 因為打仗的時候炸爛了 各種原因 又有日久失修 很多原因 但仍然是鋼垂在這裏 如果我沒有搞錯 應該是最初的時候 因為它做這種橋 目的就是中間可以打開 比如好像中山石旗那樣 都是可以打開的橋 現在當然不能夠打開 我做小朋友的時候 當時很多人 巴士又沒有那麼方便 因為地鐵更加不用想 很多人上班 海珠區上班 都是要經過這條橋 踩一輛車過去 很浩浩蕩蕩的 現在都很浩浩蕩蕩的 那些人開電機 方便很多 快很多 這條橋因為真的很舊 還有使用的頻率很高 但凡過十年八年 它又要封橋來維護一次 即是檢查一下哪些地方 有沉降 各種的地方 就要修補 那些人踩單車上橋的情景 當時那些人踩單車上橋的情景 還有人在拍照 嘩!好藝術 走遠了 橋過了 給大家一些美食推薦 其實我今天想吃這個 不過老婆說想吃碟頭飯 當然是聽她說的 九季路邊雞 好正 百年老字號 慈名省港澳 九季路邊雞 記住記住記住 走過來了就行了 交通工具都不算太方便 在海豬廣場A出口 辛苦一點 走過來 皮脆肉滑 真真正正全息到 皮脆肉滑的白切雞就是這一間 好老實說 在我心目中 現在在廣州吃得到的 兩間 第一個是她 第二個就是一心 即是門出其有 我可以這麼說 其他都總是有些可以挑剔得到的 但這間是我認為沒有 九季和一心計 經常一到海豬區都會向大家推介 試工很多美食 每一次試工都向大家推介 在海豬廣場過來很近 就是這麼近 大家看到 走十多分鐘 不痛苦 而且晚上這裏 都很多大排檔 師傅在製造生蠔 市中心為數不多 好像這樣的大排檔 路邊大排檔 一邊走一邊看 走一邊看 南華西 南華中 那些舊街舊行 如果說到海豬區 要看那些騎樓 舊屋 好像西關那大屋 其實南華西都有很多 南華西 南華中 南華東 都是的 南華西多些 有很多很多 前面也有 對面也有 好像西關那種感覺 差不多 也有觀眾問過我 究竟如果在廣州 想看分砂在哪裏 一個地方就是這裏 全部都在這裏 這裏有一堆 這裏有很多間分砂城 再來在前面走些 其實在這條路進去就可以了 或者你走外邊 你喜歡的 都有 所有分砂都圍繞在這條街上 在那裏 海豬大道北應該叫做 這樣過去就可以了 這樣過去就可以了 這裏是不是一直走 對 一直走 就是江南西各種 說我剛剛考到車牌的時候 駕駛車 曾經在這裏 出過一次交通意外 就說沒事 人沒事 就是撞了車 當時我在這條路走 黑色車的位置 有一堆蛇在這裏 因為始終身手不懂得處理 我便沒有打右燈 是我的問題 沒有打右燈 就切線 後面那部車 就在鏡頭正前方衝下來 一邊衝 它一邊很快 我感覺到 它是老司機 它避開我 但它看不到我 其實 第一 它是不應該開得這麼快的 但因為壓線 永遠都是全摘 就不能說 但其實它不應該開得這麼快 在那裏一邊衝下來 而且那個位置 那個鐵馬那裏 是沒有東西的 當時 它開得很快很快 幸好 沒有任何人有事 大概在 有架車 在貼紙上被撞了 幸好的是 當時我開得比較慢 所以慢就可以了 但那個人 雖然在法律上 他是完全沒有責任的 但是他真的開得快 很快 快到他自己都收不住 因為他可能 他當時是 車著一車人去遊玩的 剛剛趕著回來的 車著一車人 有腦有亂 很多小朋友 應該是海源海灘那種 回到來 那一架車 通常都是公司用的 通常 我只能說 因為個人不會買那款車 GL8 會不會用公司車 這些不關我事 過馬路 在對面 我們是霞女吃跌頭飯 我見一下 我們先走這裡 叫海豬廣場 是有地鐵過的 你喜歡走也行 其實這天我建議大家走 一路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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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不見 上面那裡 那裡 富基廣場 有廣場用的字 那裡就是富基廣場用 我們經常去 例如吃牛雜 又或者買菜 而且在對面 同覆東路 又有很多美食 澳梁的天氣 慢慢的 很舒服 這個時間 都有人在放無人機 看到嗎 飛過了 無人機 樓街有兩個美食推薦 第一個 正前方 漢記麵館 好老字號 其中一個 先看看 林整甲 另外一個 就是對面的霞女 好老字號 我和老婆剛開始拍影片的時候 來過一次 就是老城區美食 另外再走前一點 霞女 看到綠色牌那裡 就是霞女 兩間各有千秋 看你喜歡吃什麼 我們計劃是來霞女 計劃是 這麼早就有位 霞女的話 就要一早拿位 是5點19分 如果晚一點 沒有位 未來就沒有位 這裡 他們是什麼 是現炒的碟頭飯 不是兩菜飯 那種 咖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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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哩拼 他們會吃 這些碟頭是很大的 我想吃五樓蛋飯 美女正在睡 裡面還有這些民宿 上面有電話 外國人可不可以在這裡住 你們可以打電話問 是啊 又有曲 就是二維碼 這裡是酒店 民宿 酒店 開單這麼大 我沒有理由逐樣讀 講一下我們想吃 炸雞扒鞋 這裡挺好的 我吃過 是啊 聽不懂 豬扒飯最貴 不講雙拼 16元 最病是14元 這個值得 老婆看適合草菇牛飯 因為她很喜歡草菇 草菇牛飯 這個牛飯裡面 也是23、24元 咦 有沒有牛肉炒 牛肉炒神球 不是 炒芽菜 炒芽菜 有爛豆 時菜青瓜 沒有 算了算了 草菇牛肉 然後幫女兒點一個炒牛河 炒牛河 炒牛河 我便想要五扭蛋 還有在咖喱之間糾結中 咖喱 薯仔 飯 咖喱 單雞扒 只是雞扒 咖喱雞扒飯 通常廣州有 好像這些小食店 最初價格很便宜 然後慢慢做起了 海豬區尤其更多這些 我們今天花了71元 我又不是從小吃到大 這間 但是我吃過一次 確實都不錯 那時候是疫情的 那你說 會不會貴一些呢 等一等看碟頭 知道不覺得貴 還有它有泥湯素 你自己百密 你喝得到多少都是你的 還有很多渣 還有這個 他們是有一個廣州的餐廳 最難得獲得到的一個稱號 這個稱號 不是什麼機構給的 就是大家口口相傳 在社交媒體上寫出來 叫做沒有以前那麼好 這個是很難得的 有湯嗎 有湯 珠骨湯 這個是蘿蔔 不是青蘿蔔 但是是珠骨湯 海外的觀眾 香港的觀眾 有機會真的要回來這裡試 街邊跌頭化 在香港都有類似的 價錢當然沒有這樣 這個沒有那麼便宜 沒有見過沒有那麼便宜 我都見過在灣仔附近 差不多 還有半戶外 但是記住記住 一定要選擇時間 不要選擇人家發忙的時間 我們這裏吃的炒牛可23 在香港我們吃要50多 最便宜的 起碼 濕炒那些 是啊 上次熟食中心 上環那個 不過就是港幣 57還是50多 60元有閘 這些就是家庭式作坊的吃飯 7號 麻煩 整個薄餅這麼大 五大一件 是啊 整個薄餅這麼大 五樓蛋飯 炒飯 即是飯還要分開裝 不是 飯在下面 對 這個飯是24元 炒牛可一樣 炒牛可 炒牛可 炒牛可加1 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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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柳蛋没有太多油 这个是女儿的炒牛河 打开 打你刚刚翻到 哇 正 那个焦边挺好 牛肉也很漂亮 超高锅气 弄到我想吃女儿的这个 你看 她弄到女儿的炒牛肉 吃一点点 你吃 我不吃 我吃得完这个已经算很棒了 我都不敢拆散它 哇 很够锅气 即使你是从事体力劳动 我想都未必吃得完 没说过 多少钱花了 71元 所以有加 三个加 等于你去酒楼吃点三个菜 那些五柳汁吸饱了 吸回它 这些部位 点点五柳汁 点汁和不点汁都好吃 如果你是一个鸡蛋 甚至是炸蛋的爱好者 不容错过 好吃 然后呢 吃点饭 你如果去那些 那些什么两宋饭 那些什么 两宋饭 没有这些 当然没有什么质 是的 这些出名就是 第一个它是现煮 所以为什么我说不吃咖喱 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咖喱 不是不是 咖喱没有可能现煮 一定是炒的 或者五柳汁 这种是我们以前小时有的 小时常常有 以前就是那种 我记得我小时 牛肉 以前那些碟炒饭 烟炸很多 现在呢 就球快 因为少了很多 等等 因为很多餐厅 租金贵 当然想你去买完酒 所以 香港应该出现两宋饭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不切糖吃 买完就走 其实那种两宋饭 在广州 很多年 我刚出来做事都有 很多 那么 店面小 广州有这些的因素 就是 大家对价格要求更为敏感 第一个 第二 很多餐厅 你要搞到这么大规模 那些小老板 刚出来的那些 是做不到的 反而它整个地方出来 又不是说这里 就是 做一格 去买饭 因为其实不难 后面叔叔也说 观察了一轮都觉得 吃得过 当然吃得过 嗯 你想想它是 它是着叠着叠炒给你 对啊 不是 主要不得的 如果这种东西 一定要是着叠炒 吸饱的那些汁 那些牛汁 如果是两宋饭 那些是焦的 就哪有锅气 这些 来试一下老婆 夹给我的牛肉 我们这些不是常来的 当然是叫招牌 其实如果常来 要个什么 凉瓜牛肉 那些都 那些很棒 嗯 有锅气 会不会很腦呢 不会啊 不会啊 两个人都混合吃 如果一个人呢 其实我都推荐 要个 煎鸡扒 我想吃过的 其实挺好的 煎鸡扒 煎鸡扒最好 搬回汽水 但是就 浪费了 更便宜 更便宜 十几元 浪费了一碗 这样抽凉的天气 又不会太冷 太冷又不行的 坐在马路边 吃个碟头饭 超好 热天更加不可能 热天坐在这里 都挺痛苦的 但是现在这个天气很好 当然他们也有室内 室内也有冷气 真的很饱 最后硬吃 我吃了九成 他吃了八成 少许饭 剩下就算了 还饱过 饱过去吃碟鸡 还有一个汤 那个汤很好喝 汽水也不用叫 不用叫汽水 老火靓汤 自己煮的 他就不说 放一些味精 扣 煮很多云 就不是那些 吃饱饱之后 我现在站在南华东 我们慢慢向南华西 那边走 南华东 再走下去 就是潜口市场 后边 潜口市场 买花生酥那边 猪肠面 是这间海猪区之中 数一数二的 你看看 它写着1987就知道了 我们吃过一次 都一次还是两次 我不记得了 都不错 我认为离开西关 这间最好 西关就没得说了 西关是味道 这儿就另外一种味道 很多年代的猪肃 我以为就没有 我们已经进入光环大道北 这里就是分沙街 再往前走小港路市场 我们经常去买菜 对面有很多分沙店 除了分沙外 其实还有中式裙袜也有 不只是西洋式分沙 你就可以进去慢慢选择 很有趣的 他们一进去才脱下 你可以试租可以买 这些可以租吗 可以租 但租人们会穿过 比较旧 我当时也买了一件 当时我们便宜了一件 几百元 但穿了一次 当然穿了一次 不可能穿了一次 后来我捐住了 捐住了去非洲 这边也有很多 穿过的那些 就是这样 使用它掛住 下面全部都是 毛披30元 类似当然有男士 西装 新郎哥 那些 你便去慢慢试 试到款式 人生一次 当然要试清试楚 嗯 嗯 嗯 是吗 哦 美女在里面试 挺漂亮 是吧 那里面应该是模特儿 那两位 还有小朋友 即是花女 这些是男士女士 西式的 挺开心的 有空走这些 这些 这边是车来车往的 江南大道北 再往前走 大概走多20分钟 就可以去得到江南西 又是另外一大商圈 这些就是阿婆的衣服 奶奶就穿到这样了 广州很多批发市场 没错 没错 因为其实生产 当然不是在广州生产 广州生产的不多 但是 都在这里做杂山地 甚至乎 可能在东莞 有些厂做一些公仔 那些手办公仔 你可以拿来广州 做展销做卖 有些就在广州做中转仓库 这个更厉害 哪个穿得起呢 哇 后天看到了 价格 680元 整条街都是 这边又有 对面马路都有 很多很多 你可以选择很久很久都可以 还有一点 看这个那么多 有些他自己的 还是一直在马路上 枝掌 他在马路上 还能丟掉 那你有一点 没有那么厉害 走到這裏 已經差不多行勢分散街 我們經常來海珠區飲茶的地方就是深點 深點就有天一酒店 又看看多少錢 這個天一酒店真不貴 四百元 今晚我們先看到那個 它是敷了 這個就還未預約 港交會期間也就是這個價錢 很合理 很合理 四百元 大家看到頂頂 前面車來車往 天一酒店得天獨口 剛剛在北京路雙圈及 海珠市宮雙圈中間 是對面 天一酒店 這條街也是很旺的 在這裏往右轉過去就是銅幅路 銅幅路好像先頭我們經過的 南華西那邊有很多東西吃 不過銅幅路就比較旺 夜晚就最好不好的南華西 晚上銅幅路就沒問題 記住記住 不貴 四百元 四百元也不用 今晚 是的 這價錢很合理 春季交易會時 好像要去到800元 樓下又有餐廳 飲茶 那裏就是地鐵站 你想吃廣州老字號的 這裏都不乏 要去江南西又方便 廣州南站又方便 因為是同一條線路 去北京路 又方便 在旁邊那裏看到一棟建築物 很現代化 那裏就是士宜公 這個地站叫士宜公 那裏就是士宜公 弄得這麼漂亮 他究竟是想做一個什麼 想租出去 真是不知道 看不懂 茶餐廳 是的 這裏是學校的 有些同學人過來 放學吃個茶餐 這個時間其實只不過是六點鐘 天已經暗得這樣 這裏是很旺的 大家看看對面 整條街都是 對面那裏有個奇樂多 我可以推薦給大家 吃那些 爐肉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爐肉 吃那些大排檔 但它是坐在室內的 不錯 這裏進去就是市場 不過今天就不走市場了 來到這裏 你還會看到有很多婚紗的商場 正前方有一個 國際婚紗 婚慶 後面看到的字 麥當勞那裏寫著 好百年那裏 正前方一路走過去 就是同覆路了 已經說過幾次了 再來 如果在正前方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 那你會去到一個地方叫前進路 當然是很遠的 但是方向是對的 就是去得到藍苑酒家 因為藍苑酒家是在前進路上 但是大家記住 都挺遠的 在這裏一路去到藍苑 大概30分鐘左右 以前跟老婆吹水說過 廣州不是有幾間 什麼縣 什麼縣 南縣 北縣 其中一個藍苑酒家 已經好像是港支 經營得是不錯的 很多時候 你是想喝茶吃飯都有 但是偏偏做國企的 北縣酒家就不同 所以星期六日才有喝茶 就遺憾一點 這裏看晚霞好美 剛剛這個時間 天氣好 超美 現在有沒有我不知道 遲些 之前是有的 在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是會有一些大排鋒出來 晚上 可能那8點就在這裏炒田裸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還有那裏究竟在做什麼 那裏難道是一個 專門給電動自行車走 這麼大條路 未至於吧 大家看看 因為我現在也看到 他們還在做 要不要用到這麼大條路呢 這裡 用來100米跑步 他們都是這樣 既然都是這樣 哈哈 現在這個時間 已經開始蠢蠢蠢蠢 開始賣冰凍 紫禁路 那裏是在擦臭豆腐 這裏就是地鐵站口 這裏已經有幾檔 準備中了 但它是沒有炒的 有很多小商品 都只有在這裏 都會放在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 都是貓運 都在這裏 都有很多小商品 在這裏 放在這裏 多了很多小商品 放在這裏 大家會找一下 吃 早前呢 具體是西華路 全部都趕走 那些酒鬼檔 這裏 是葡萄物油 我還沒吃過 10元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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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 福建特产问老板 2.5元1个 5元2个都有交易 这些又有总卖 这些挺好 有几间餐厅 譬如香群斌馆 不是吃东西的 香群斌馆上面 有个粤菜 我们讲过很多次想来 一直都未来得到 试工就是这里 还在建 应该差不多 应该明年 明年应该可以了 是的 戒款车 香港也是这样的 差不得很远 都是这样的 我之前说 广州其实也有很多两送饭 大概表现形式 就像对面那样 俊仔炒菜自选快餐 室内有位置坐 不是打包酒的 就像那样 10多元都吃得饱了 吃一下碟肠粉 这个也是开了很多月 又有油炸鬼 自己炸的 到就是 广州海珠老城区的感觉 就是这样 在海珠区 好像有这么多人 得来又有老城区 不得了 这里是其中一个 这里是其中一个 又有卖一下 美食 港式烧味 牛奶店 之前和很多观众 说过广州的店铺 就不像香港 香港大多数 都在商场里面的 广州大多数 都用地铺的形式 来表现的 旺角烧味 是不是旺角的烧味 特别好吃 港式烧味 港式烧味 像这碟酒饭 13.8元 还要加饭 个人都可以吃得到 酸菜鱼 22元 就是这样的 还有这个 煎果精粽 也很有名 就是前面的芬芳甜品 芬芳甜品旁 还有我很喜欢的 一个云吞面店 就是财福 来到海珠区 不得不食 洪福路不得不食 就是对面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今天好像不算多人 我也不知道 在这里走过去 是广州市第五中学 就在那里有个 牛腩面好像是吃 也是大排长龙的 长期都 又开了一间身 还有肥狗睡在地上 食在广州粤菜全城 叫做福醇味道 你看那只狗 这么肥 知人说它 就醒了 永远都没有位 永远都没有位 如果你们可以找到位 找到位就试一下 是的 又是有那个称号 叫做 没有以前那么好吃的这个称号 它也有的 问究竟在广州剪头发几千 这间已经算贵 洗剪吹死实 有些简单剪的 更便宜 以为香港也没有 因为 为什么呢 没有香港观众问我是什么 前几天 我在沙田见到 沙田都有 在一个商场 新城市广场那里 这样来那些快展 香港也是有的 现在就慢慢走回去市工地理站 市工地理站 其实里面有条路叫蒙姓社区 其实就是这里 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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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 来到这里我们都差不多回家 因为大家都看到天色已暗 说一下昨天我们买那个大杂蜡 你觉得那个大杂蜡值不值得吃呢 都可以的 可以的了 应该来说 作为今年第一次吃 正正式吃 上次在深圳那次不算 就是冲着它 有期望 时间到 刚好吃的 大杂蜡 它是在我心中 不算很好 但是接受到 这个价值 深圳那次就 纯粹就是哄一下个女孩开心 不想吃生蚝而已 那次是20元 而且深圳 又有几间很火爆的餐厅 因为现在刚刚六点半都没够 没有什么人 一个站光鸡 一个大排档 都是在室内的 我们都吃过的 都不错的 尤其右边这个站光鸡 它的出品是挺正宗的 我们去过站光就知道 它有那些叫虾佬饭 那些叶 来做那些饭 它都有 我们都坐到满了 没有位置 如果现在才来吃的话 忘记站光鸡 有机会回来试试的 各位观众 真是挺正宗的 我们在站光鸡 吃过不正宗的了 反而这里比站光鸡 某些还要正宗 至于这里 这里就是大排档 这里是吃鱼山的 这边是 都没有旁边那么火爆 但是都不忘多样的了 海猪居旗楼底味食 今日的主题就是 跟大家基本上都看过了 这里还有没有遗留 当然有 比如说洪记鸡粥 各种 这里还有炖汤 都是不错的 水果店 是不是要买水果 买错 都可以 我看到只有香蕉 葡萄 葡萄 这些更方便 如果要买很多 当然是去大市场买 买一点点 这些都可以 4元一斤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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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